今天下午3点31分,美国发射了全世界第一个日免飞行器,它将成为人类史上距离太阳最近的飞行器。 这艘飞船名叫帕克,飞行速度各达80万公里每小时,是目前人类最快的飞行器,预计在太空飞行6年后到达太阳外围,然后再用3个月的时间进入太阳大气层,直至被太阳烧毁。 帕克代表着目前人类航天技术的最高水平,其飞行速度令全世界惊叹,按照它的速度,一分钟可从美国飞到中国。 帕克飞船的体积和一辆小轿车差不多,装备了5种新型仪器,用于数据各种采集,途中还会利用金星做重力助推,最终,它会绕太阳飞行,并进入太阳的大气层,距离太阳表面600多万公里。 这将是目前人类科技最接近太阳的一次。 在太阳严酷的摧残下,帕克预计能坚持近3个月的时间,最后便坠落在太阳的火海之中。 为了保证日暗的完成度,科学家给帕克安装了最尖端的科技装备,它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隔热照和反光层,可以轻松应对1400度的高温。 动力方面,帕克拥有双太阳能供电系统,并陪伴了特制的夜冷系统。 在靠近太阳时,太阳能电池把会躲到隔热照后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